NBA是一个不缺乏天赋的地方,在NBA打球不仅要有一副好身板更要有一技之长,现在有库里不讲理的三分球,欧文的话是运球,你知道NBA五大失传的招式吗? 第五位,这一位是一个例外,他是五大招式中,唯一一位现役球员,他就是小牛队的诺维茨基,作为白人球员,诺维茨基有着自己独特的进攻技术,他也是被评为基拉里伯德之后最顶尖的白人篮球运动员,在2011年诺维茨基带领小牛队来到总决赛上,面对热火三巨头诺维茨基,愣是用翘头投死了三巨头。 经济独立也是诺维茨基有名的招式,在2011年所有人都以为热火队将拿下总冠军,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冲击能力,而小牛队冲击能力不比热火,诺维茨基有着一手精准的跳投,这是一场冲击与翻身跳投的比赛。 最后大家都知道,诺维茨基带领小牛队六场比赛拿下总冠军,在诺维茨基金极独立的招式,下热火队,没有一个球员能够帮助,靠着跳投小牛队吐死了热火队。 第四位巴克利规则,当初的篮球并没有那么完善的规则,总有很多球员能够合理的利用规则,巴克利就是其中的一位。 众多周知巴克利有着一个坚硕的大屁股,在篮球场上非常的占优势,在进攻的时候,巴克利能够在三杯线外持球,一路坐打到篮下,那时候没有被打五秒的规则,靠着这个角招巴克利,在赛场上如鱼得水,起,乎没有球员能够顶住巴克利的大屁股,一次进攻能够被打直到24秒,靠着屁股虐变整个联盟。 后来联盟看不下去了,修改了比赛规则,被打不能超过五秒,让这一招也没办法再施展了。 第三位断鸟盆,里克巴里独创的断鸟盆的罚球姿势,一直是现一NBA球员不敢尝试的姿势,里克巴里在NBA联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在出界联盟场均34分0跑联盟守卫,他是一名得分机器,每场比赛都充满激情,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罚篮姿势,俗称端尿腾,在罚球的时候篮球从单步向上投,这样奇怪的姿势让里克巴里保持着很高的罚篮命中率。 当今联盟很少有人尝试这样的姿势,像奥尼尔这样把蓝命中率差的中锋,有人推荐他用这样的姿势,但是被拒绝了。 曾经在火箭的一场比赛上,可见新秀甲佩拉曾用过,惹得在场球迷很负大笑,第二位梦幻脚步自从奥拉朱网退役之后梦幻脚步似乎就从联盟消失了。 在之后,我很多球员办事大梦,但能够做到像大梦打样的几乎没有。 当年,奥拉朱网几乎靠着这招在篮下戏耍联盟内线,像后卫一样把对方晃得找不到北,不过现在好像已经失传了,第一位天高,从来姿势不对会影响命中率吗? 贾巴尔告诉你不会,当年的贾巴尔就是靠着勾手拿下NBA历史得分第一的排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且六次总冠军,靠着勾手能够保持赛季50以上的命中率。 不仅是篮下,三分线外勾手投篮见过吗?这种投篮姿势非常的难防守,所以他也被称为天高贾巴尔。 现在联盟除了几位传统中锋,能够在篮下完成勾手,其他人都有着自己的进攻手段,这一招也已经失传了,如今整体的进攻,已经逐渐代替了球星为一技之长。 这些失传的招式估计,以后在NBA也是见不到了,唯一能够看到的就是莫维茨迹了,看一场哨一场,球女朋友们联盟还有哪些球星,有着自己独特的招式呢? 欢迎大家分享留言。